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平馬論壇 又是我西榮和大家見面 每次我都會在這個主場中請一位嘉賓 和我辯論一下他看好的馬 未講之前 希望這次是隊長 不知道甚麼是隊長 有很多隊長大家都很熟悉 未講之前 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歡迎按右邊 右下角四星龍珠 訂閱我這個世榮香港人蔡瑪頻道 事不宜遲 立即看看這是甚麼隊長 原來這個我還以為是第二個 不要緊 他就說他看好第六場 五場五號超速 就說這隻馬贏完之後一直都會跑千四贏 然後跑千六上次都可以上名 今次他又再跑他都應該會繼續上名 甚至乎因為進步換了莫雷拉所以贏馬 看重下跌都不用理 我不是這樣想 帶大家去看看為何我不看好這筆 因為看到這筆超速 之前田泰安贏完 再贏之後加了四磅 跑千六雙重加程真是很難贏 結果真的跑了第三 保羅城全是厲害 但特省不厲害 特省也不是很強 雖然說外碟沒有遮擋 今次五檔有遮擋 但田泰安如果知道是這樣 沒理由不讓你 春風得意 雖然他之前是騎開 但這隻馬 如果你看表面賽積大家都加千六 他都算是在千六 你看通的資料 他都算是未跑過 有甚麼理由有隻跑過位置的不要 而益你 我昨晚鬼傷身也有說這個問題 所以我猜莫雷拉可能是甚麼非 我自己就覺得春風得意的機會更加大 而且這些馬轉了倉也未交代 丁冠浩之前就在河梁 河梁的馬轉了倉也有得交代 沒理由這隻沒有 所以就會選這隻 所以超速我跟他持相反意見 我覺得他容易為止 不過很難贏 稍後會有更多精彩節目 下個節目是看馬世界 今晚有隔夜給二千彩擊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明天可以和大家一起 Live 用大手聲碟看著肩仔可以贏錢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謝謝大家收看這個平馬論壇 我們稍後再見 拜拜 同一一位 閃小牙 閃小牙